你好,這次是光燕的燕的一個連交啟動攻擊 還有連交如何使用我們一起看看 燕其實他是一個中距離的角色,不是連交角色 所以算是中距離的劍角色,重型 那我們一起看重型的一個打法,但是還是特別高能力 所以可能我玩的比較舒服一點 好,那我們一起看看 首先低百分比的時候他出來是不是特別常見 但是如果低百分比出來的時候想連交的話當然是下體 這個下體成功之後,就是可以是低百分比的話 空上,對,下體空上,啊,上A,不好意思 下體上A,對 下體上A,就是一個轉身也可以 十種那樣的時候,當然是沒有成功,對吧 所以一般是可以之後,空上,對 這個也是不一定見點 但是一般是追對手的話,空上比較好一點,對 所以下體的時候上A,然後第二次成功的話 下體空上,嗯,那樣的感覺,對 如果不喜歡空上,那你可以直接空A,嗯,比如說 下體空A,這個也可以,嗯,下體空A的話 比如說這個,這個之後,你可以還是可以注意對手,對,所以 這個,這個之後,可以看看角落地那樣的感覺 如果你是印度OK的,那就是直接可以注意對手,這樣也可以 好,這個是一個,呃,下體 然後還是代表性的下體 下體之後,一般是空前,空A,空上 這些空就比較,沒有問題 一般是,呃,空... 一般是空前比較好一點,對,但是看對手的DI,什麼的 所以,跳空前,嗯,比較好一點,對 這個是一個注意是,黃衝的話很難衝 所以一般是,跳完了之後,空前,對,這個你可以學,學習一下下頭,空前 這樣的話,呃,就是,嘛,連擊數是,如果我下頭之後,黃衝的話,不會,對吧 但是如果不是黃衝的話,它是用3,嗯,所以這個可以學習 如果對手是25,算是第百分比,這個時候下頭之後,也會衝動,對,所以下頭空前,嗯,也可以 當然,下頭之後,假如是可以下頭,空上,嗯,還有, 下頭,下頭,空A,都是一樣,對,我們看擊飛方向吧 然後,這個空上,這個空上的攻擊範圍太大了,對吧 這個,但是,它的範圍只有上面,所以後邊稍微,稍微難衝控,對,說可怎麼回事,對吧 就是完全沒有民眾,對,所以就是這個請注意,對 所以大概這個距離的時候,這樣的感覺,空上,空後,空上,空招,對,空上,空上也,可以是可以,對,嗯,這個是一個學習的方法 我可能,最常見,高百分比的時候,最常見是空下,這個 這個,空下是如果成功的話,那個,有一個一些連角,一般是對手的百分比,差不多,五十左右 嗯,五十五左右的時候,這個成功了,那就是它有隱私的,就這個 然後,你可以用上Smash,這個 對,呃,這個某一些百分比的話,真的增臉,所以,就是很長,對 這個之後,空上,呃,上Smash,當然,這個時候你可以用,呃,這個時候,空上,這個也可以 某一個百分比是空上才可以成功的也有,所以這個你可以看 對手的百分比和對手的角色是什麼樣的角色,可以多多演出一下 還有最後是空下是之後,可以上比,對,也會的,對 嗯,我的心,就是,最件事還是空上比較好一點,但是上比也是如果對手的百分比,嗯,比較高,而且 差不多邊上的話,其實,這個是有擊飛方向是右邊,嗯,右邊左邊,所以就是有時候可以試試,比上Smash可能好一點 這個是可能看情況吧,你可以多多試試這個 那,來了,呃,下一個是,光,嗯,光燕的光,對,光的話,他的臉角太多了,呃,力回角色,光是其實,可以說中到近距離的一個,呃,劍士,呃,也很快的,對,也是下T,這個,這個,這個跟那個,呃,就是,燕稍微快速的,對,他是這樣,很快,對吧,所以就是一旦成功,還是上比,對, 只要是這個下T,成功之後的,大概什麼都會成功,對,但,基本的一個連角開始,下T,上T,空上,這個,如果,呃,高速使用的話,可能這樣的感覺,然後開始找落地,嗯,找落地是對,看看對手的,呃,呃,落地方式,這個是第百分比,嗯,差不多,30左右就都,都一直一直開始了,對,這個是很強的,很強的, 對,如果,中百分比左右的話,嗯,有點,擔心你的上T沒成功的話,直接,空上,這個也可以,呃,第二個是,當然是,還是一樣,上T,對,這個和轉身的話,轉身的話,可能,速度快一點,對,和這個,對吧,所以有時候,跑步起來,然後就轉身,也可以,對,成功的話一樣,這個,這個,空上,嗯,都是差不多,最後是,差不多, 跳的空上,嗯,對,然後有時候,就是上B來可以,呃,傷害率高一點就可以了,然後,抓住,抓住也是跟燕一樣,是下頭,然後空前,嗯,這個也是都一樣的,對,這個是可能,追擊機會可能,更多的是,還是關的,對,這個也是,不用緩衝,直接可以,跳空前,嗯,然後, 然後,可能,這些一個追擊也可以的,對,然後比較重要的,這個,空A,其實空A也是比較優秀,所以,就是空A,啊,就是空A,下來之後,你可以看對手的擊飛,然後可以空上呀,空前呀,什麼的,都可以試試,那有關的話,可能最強的攻擊之一的,那個DA, 這個DA,這個DA其實,DA,對手是,如果不首先的話,這樣,可以攻擊了,對,當然,嗯,可以是,如果你習慣的話,DA之後,下體也是一樣的,對,這個你可以好好學習一下,高百分比的話,實際上下體成功之後,一些攻擊會成功,比如說,下體上什麼, 還有,下體小掉空A,啊,不必,嗯,這些攻擊是,如果,嗯,那個,能學習的話,嗯,一些,眼角粉,就是,就是,就是,焰,每次,每次,每次,你們,可能,初級玩家的一個,強健,是,對手是,百分之一百,那,這個時候,突然,換,呃,這樣,嗯,如果對手不動的情況的話,會成功的,但是,一般不會,嗯,一直不動的,所以,其實,光來擊殺是,學習好的話, 馬上你的,勝率,特別提高的,對,所以,一般是,下體,攻,不必,嗯,然後,可以自己回場,嗯,這些也,比較重要的,那,這些攻擊如何,呃,命中,嗯,如果光的話,那當然是,可能他,特別快,呃,高速,對,但是,如果他是這樣,這樣,那,可能容易,這個被反育,那就,嗯,就是,被抓住,對, 所以,其實,不要單純這樣,靠近,不要單純這樣,就是,一下子這個距離,初級玩家特別喜歡,也,但,奇蹟上,這個距離的話,先靠近,等一等,然後,先靠近小跳,呃,先靠近,小貨跳,先靠近,這樣,嗯,就是,都是,騙動作來,可以看看,嗯,當然是,你可以,換也可以,但是,換也是,這樣來,可以換,也可以的,對, 不要怕對手的攻擊,對,比如說,這樣,然後就攻擊,都,都有了,對吧,所以,你可以靠近,連交啟動攻擊,成,成功的話,都是這些攻擊來,就是,先迷惑一下,然後,懲罰的時候,你可以用這樣,對,嗯,當然,想擊殺的時候,也有,對吧,但是,想擊殺的話,肯定對手是,可能,防禦多一點,那個時候,你其實可以抓,然後,可以,呃,場外呀,嗯,然後,抓就是,一般是,你可以, 可以直接,呃,抓,還有,小,跳,啊,跳來,呃,降虎抓,嗯,都有了,對,都是光,的話,可能,這方面,比較優秀,對,然後,一眼的話,可能,也是,接近,比較難,所以,就是,先,一眼的話,可以,這樣來,小跳來,什麼,什麼,一些,攻擊,反對,強的攻擊來,先,呃,看看,對手,怎麼過來,怎麼過來,然後,慢慢,慢慢,慢慢靠近之後,突然的,衝下, 然後,突然的,呃,就是,下地,嗯,這些攻擊來,就先,嗯,還是保持距離,對,這樣的保持距離來,可以,開始連招啟動攻擊比較好一點,呃,當然是,抓住也可以,但是,抓住是,不如光的抓住,所以,抓住的話,一般,在手邊的時候,就開始,嗯,毒對手的,呃,跳, 但是毒素一直一直環遇,那你可以用,就是這樣來,然後開始手邊,嗯,這個也可以好好學習,學習,好,這個是一個,光和燕的,一些連招啟動的,內容啦,好,這次就到這了,拜拜